你来啦 你来啦 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那边呢 是导演 然后这几位是编剧 他们是舞蹈老师 这里还真热闹啊 我以前很少来这种地方 不会吧 你是记者 应该哪里都去才对 以前偶尔来过一两次吧 那你觉得怎么样 还行 感觉还不错 他们跳的是拉丁舞啊 是啊 没有 你们过来的事 但我来的事 继续 路上 继续 摁勉小姐 叫个舞吧 好 是吧 是吧 我都是饭饭的 好像当编剧 真的不是很容易 又要会跳舞 还要会画画 还要会做饭 好像写剧本 只是最基本的条件 哪有那么夸张啊 我只不过是兴趣广泛 每样学了点皮毛而已 一会儿你要跟我签名啊 你有苦香糖吗 怎么了 怕有酒味 你没喝多少吗 我妈对酒精的味道 非常地敏感 一会儿前面有便利店 我去给你安逸 算了吧 直接回去吧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吗 算了吧 还是直接回去吧 等一下 来 喝个奶吧 对睡眠有好处 谢谢 谢谢 又播第一集了 还挺紧张的 别太在意这些 我对你有信心 漂亮 oui oui 好 aqui 来 给我签个名 还真的签啊 对啊 那 你要音 és还是音银音 唉 签音银音吧 我是不是第一个得到你签名的人 不是 你以前还签过啊 《爱神日记》的影迷让我签过呀 那你签的是音霞吧 你用真名签的我还是第一次吧 还真是这样 妈 我回来了 今天过第一集 你这么晚才回来 我是卡着点回来的 不是还有十五分钟的吗 妈 剧情的内容你是知道了 你不用担心 我没事 在这儿 主房妈 快来 快开始了 来了来了妈 来了 开始了 有什么意义 这个天头起挺好听的 《信念初之密》编剧《英霞》 你到底要说什么 老婆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你真是货从天降 这个怎么办呢 是人 我们离婚吧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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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跟你提一件事 这电视剧很好看 你先回你自己房子 去洗个澡啊 帮个衣服 居然说要跟我离婚 我都说了要跟你在一起 我都说了要跟你在一起 我不顾父母的反对 我还抛弃了他们 嘿 我跟你说这女的太善了 我要是她 我就给男的 啪啪啪大的瓜子 我打的有什么用啊 这男的肯定被那女的给迷住了 这男的 这丧失理智了 我可以跟你说 当我伤起他们的时候 来 你拿这儿 我可饿了 好 你要吗 快 再进去 走了 她现在年轻气势 以她的年龄 在编剧界 也算是少年得知了 看来 来硬的不行 应该给她来点软的 再这样下去 可不得了 现场怎么样啊 他们正准备呢 我看啊 还要再等一会儿 这个王导演呢 还手忙脚吧 我看这王导演啊 实在没什么经验 连个编剧都搞不定 对了 明天叫司机啊 去那个编剧协会 打听一下音侠的桌子 好的 我现在就去 真好看 写得太好了 没有 不信 现在肯定很多人 在给她打电话 去哪儿 你来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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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去这个地方报名 这什么 一个健身房的电话和地址 你报了名啊 就直接去上那个瑜伽班 我这么忙我没时间 再忙也得去 我告诉你啊 丽英就在这里练瑜伽 她喜欢这个 编剧是一个很伤脑筋的工作 她说练瑜伽呀 既能健身 又能放松神经 我跟她讲啊 你的工作就是 整天坐在那里对着电脑 也缺乏运动 你跟她说我也去 说了 你先去上课 这样啊 你们就可以经常见面 你给她先留个好的印象 行 丽英 人长得漂亮 心地又善良 还会做家务呢 这样的女孩子去哪儿找啊 而且家里呀 就她和妈妈两个人 环境简单 她本人呢 又很有教养 那她帮我呢 这个我以后再告诉你 你先不要知道那么多 先自然地接触这样比较好 要是你们能够经常见面 那就可以日久生情了 她不喜欢那种不稳重的人啊 你要显得称稳一些 几点啊 六点半 我一定要看着你 今年结婚 而且我可不要别的儿媳妇 妈 你放心 我会好好表现 加油 还有啊 喂 副总吗 我是丽英啊 我想问一下昨天的收视率 嗯 那还不错啊 那江南台呢 那我们现在的主要竞争对手 就是江南台是吧 好 我知道了 嗯 再见 好了 行了 这是联雅的地址 是你自己去查的吗 是 辛苦了 没事 应该 收好 沈老师 那边准备得差不多了 哦 好 拿袋子 好 妈 这冰箱挺大的 而且节能行的 挺省电的 你应全阿姨考虑得真走到 是啊 可是我觉得吧 这么贵的礼物 反正是挺过意不去的 是啊 又不好记住 是啊 是啊 又不好记住 是啊 又不好记住 你给你翻一下 嗯 喂 丽英啊 是我 盈川阿姨 昨天我看了爱情喜悦了 真的很好看 本来想看完就给你打电话 可一想啊 肯定很多人都在给你打电话 所以现在才给你打 你写得真是很好 我特别喜欢 谢谢你啊 哎 怎么样啊 收拾力好吗 嗯 我刚才问了一下 还说得过去吧 才播了第一天 以后啊 会更好的 嗯 嗯 那个 您跟马俊说了 那个健身房的地址了吗 给了 哎呀 你知道 她工作忙应酬又多 我好不容易才劝说她去的 丽英啊 你要碰到她啊 要多关照一下 然后帮我监督着她 让她一定要坚持去哦 嗯 您放心吧 那好 今天晚上我还会看你的局的 好吧 再见 是迎春吗 是啊 她说让我监督马俊健身 那你就帮帮她 马俊小的时候 皮肤长得白白的 现在也不知道 变成什么样了 跟小时候差不多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哎呦 她可是我迎春阿姨的心肝宝贝啊 喂 马俊先生 你好啊 哎呀 我上班了 啊 就这样 真没劲 你没打听话说后 你一点都不敢动 你说干什么事 我来吃午餐啊 啊 那那你吃吧 多吃点 好吧 就这样啊 哎呀 人家就在龙峡 你敲竹杠上瘾呢你 你看你这吃下来 你这以后怎么嫁人呢 你看那好吃东西不愿吃啊 再说了 吃和嫁人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啊 哎呦 你快把你哥给吃穷了啊 啊 你再这么蹭下去 你个一分钱也咋不够 是吗 你真是的 你赚了那么多钱 我吃一顿能给你吃穷啊 真小气 哎呦 对了哥 妈给你接上那准儿媳妇 是干嘛的呀 不知道 我又不是你情敌 应该把老门上我的啊 那这样吧 那我猜 如果我猜对的话 你再给我来一个 红豆冰沙外加一大蛋挞好吧 你长得跟蛋挞似的 你说话真没水准 我猜了啊 应该是个上班族吧 朝九晚五那种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说 以后要找空姐来 认识空姐吧 莫非是演员 演员还看不上你呢 你给我 太咸了 你不会找到个富婆吧 你看你这么爱钱 你肯定找到个富婆 你别惭了我告诉你 快快走那儿干嘛的 演员啊是搞蚊子工作的 蚊子工作啊 那难道是像我这样的 电视节目撰稿人吗 你 你还撰稿人哪 嗯哼 你咋咋的 我查查资料 哎呀你多俗啊 这叫从基层干起 他也是干这个的吧 是吧 演员啊 是个编剧 很有实力的编剧 真的 变了很多知名的电视剧呢 他这么厉害 那 那你见过他吗 当然见过了 他长得特别漂亮 你跟瑞云跟人家 不是一个级别的 会不会说话呀 真的啊 那他到底是谁呀 你别忘了啊 你只能知道这么多 再问我也不告诉你 我这么说 他已经把你和妈给迷住了 这一点啊 被你猜中 听说爱情的喜悦收视率特别高 祝贺你 真的也没看 快送回来了 很好 我让你亲自送过去啊 好的 这可以吗 这里是器械区 一般都是男孩子在这儿练 如果你来得早的话 你也先练一下器械 然后再去练瑜伽 好的 好 这里就是练瑜伽的教室 这个地方挺大的 你准备从今天开始练吗 好 我准备今天就开始练 那你戴运动衣了吗 没有 那就不行了 你要穿运动衣才能练的 好 那我从明天开始 好 这个运动真的对身体很有好处的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很困难 慢慢就会适应了 没关系 我会坚持 你公司离这儿远吗 不远 我来的时候用了十五分钟 那好 很方便了 我就不送你了 好 那你去练瑜吧 好 再见 再见 好 这么早回来 你非去见着吗 妈 我没带鞋 也没带衣服 明天开始 那 你见着丽莹了 妈 我发现丽莹 你穿不同的衣服 有不一样的感觉 那是因为她人长得漂亮 穿什么都好看 对 对对对 请问你是编剧音侠吗 你是 你是 是这样的 行行行女士 让我把这个画篮送给你 我不是音侠 音侠是我朋友 可是 编剧协会告诉我的地址是这儿啊 她把地址登记在这儿 她本人不住这儿 那她住在哪儿呢 这个不方便告诉我 那请你把这个画篮帮我转交给她吧 不 她收过不能收任何礼物 一个画篮而已嘛 抱歉 一朵画都不行 喂 是我 刚才沈秀琴让人送花篮过来 送花篮 嗯 我觉得 你还是把地址改到别的地方去吧 我担心我们的关系会暴露 应该没关系的 我让她把花篮拿走了 我这样是不太礼貌 没有 你做得对啊 你说 她为什么要送花篮呢 她 软硬兼施呗 她看来硬的不行 就试试软的 她可是老江湖了 那你还是把地址 改到我宁那边去吧 离我这也挺近的 有什么事还方便 那你说吧 我记一下 所以你根本没进了她本人 是啊 那个地址是她朋友家的 我知道了 孙姐 麻烦把花收起来 好的 我明天几点来见您 八点 麻烦你了 没事 天哪 这里面真是太可怕了 连地址都是假的 我看她 真的是彻底地把自己 隐藏起来 除非她自己愿意 别人别想找到她 这个人倒是没有个性的 这种臭脾气叫个性 这 来 我们出去吃宵夜好不好 马上就要布你的电视剧了 你难得回来找 咱们一起看一看啊 什么内容你不都知道了 我饿了 你不是到晚上为了身材 不吃什么东西的吗 我不管 浪走去吃我饿了 快衣服去 两位点点个猫 谢谢 我来看 吃点粥吧 粥啊 嗯 两个皮蛋瘦肉粥 嗯 叉烧酥 叉烧酥 蜜烧酥 差不多了吧 夠了 那就这样 好嘞 二杯稍等啊 老婆 嗯 芮营订婚的事都安排好了 当然安排好了 通知亲戚好友 订酒店 准备些仪式用品 她爸给勒死了 我还天天拍戏呢 辛苦辛苦 当母亲就是不容易啊 就你们当爸爸最省心 那我这个当爸爸呢 也是尽了当爸爸责任的 你看她小时候 我陪她去公园对吧 我陪她去博物馆 晚上还要给她讲故事 你那时候竟忙着拍戏 很少照顾她 是不是 老婆 芮营订婚以后 在家也住不了几天了 你最近就别接戏了 好好陪陪她 嗯 我也是这么想 我也想赶紧把这部戏拍完 等她辞职以后 我们俩出去旅游一趟怎么样 好 这个安排好 嗯 老公 嗯 你觉不觉得我们是 最幸福的家庭 超级幸福家庭 来 走吧 谢谢啊 二位请慢用啊 老板娘 你也换一下东方台吧 我想看一下那台的电视剧 好嘞 给你打开啊 昨天我也看了 爱情的喜悦 对 还真挺好看的 哎 看来你这个电视剧 还很受欢迎哎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人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没有良心的事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 我一直就把她当成姐夫 后来 我就开始逃避她 可是 我不能不想她 我没法控制自己 你说 我 还有什么狠心的事情 你做不出来 你就成全我们吧 这个人也太别的了 我脑子里 就是 要是我 我才给她两个人 你怎么能够为了自己的爱情 破坏了人家的家庭 也许以后 我会爱上别人 但是对于我女儿来说 她是唯一的爸爸 你居然抢走我女儿的爸爸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你说你爱她 我一切也曾经爱过她 我相信我会幸福的 我相信 我的丈夫永远是我自己的 废了我们的爱情 我不会后悔的 而且 你女儿已经长大了 你看这女人 还挺能说的 这种女人 老天爷 惩罚她才对的 你们夫妻之间关系 冷淡吗 没有你的话 我们一切都会美好 我们的夫妻关系 也不会就这样破裂 你以为我是拿我女儿当借口吗 你当我母亲吗 你知不知道担心孩子将来 她会变成什么样 她们会受到父母的婚姻而影响到的 这种意义会跟着她们一辈子 不是拿着胸器去杀人才是罪犯了 只要我们模拟了活着的一天 我们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像这样盖死你 应该下地狱 对啊 没错 你说一个好好的家庭 她给拆善的 可不是 喂 月阳 主啊 你能来接我吗 你跟谁在一起啊 我和一个编剧 你过来嘛 我喝酒了不能开车 你现在在哪儿 来来来 喝酒吧 现在啊 什么人都可以做编剧 昨天啊 我看那东方台放的爱情的喜悦 我看了 没什么意思嘛 讲的竟是婆婆妈妈的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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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听说 那个编剧又年轻又漂亮 漂亮管什么用 又不是在挑女演员 只要会写剧本就行了 好像收拾率也挺不错的 我曾经听过一个资深的导演跟我说过 如果大街上有人打架 过路的人肯定会好奇 就会有人围观看热闹 这凑热闹的人啊 他就是收拾率呀 看 可看完热闹 人们会怎么说啊 你知道吗 说什么啊 笑话 像这种电视剧虽然有收拾率 说实在的 其实是很丢人的 这编剧呀 顶多也就是 那个三流水平 我也这么认为 这音霞的作品 他不过 朱啊 你来了 好 坐 这是我男朋友 我今天喝酒了不能开车 所以让他来接我 好好好 你好 你是印记者的男朋友 是 来来来 喝酒 不是 我还有开车 你们喝吧 对对对 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音霞的这电视剧虽然有收拾率 可是在我们专业人士眼里看来啊 他根本什么都不是 结构太差了吗 当然 这年代不一样了 随便写进 什么人他都能当兵局 不过 我觉得他运气好 可是还是得需要靠实力 呃 没实力的 他是做不长久的 是 你这样了 怎么了 我和别人喝酒 你不高兴啊 没有 你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大啊 明天再说吧 你跟我说嘛 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事 最好 我送你进去 了 真正闲 本来 没有人 未经营 怎么可能 像这样带索 应该上的一个 对 我们就以为 好好的一个家庭 他就给拆散了 哦 想让我们俩 我们都可能 如果你的家庭 我们俩俩我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边我不能见 我没有你这种吗 旁边你让我伺候不起 真想要霸着肚子在外面 我会被两片活动 痛得我死去活来呢 这些孩子来了 你可傻呀 很难吧 别掉出去 刚才又不是我想的对吗 喂 你好 我是米娜杂志社的记者 我想问一下 昨天读汪台 八点档电视剧的收视率 对 就是那个爱情的喜悦 我还想问一下 同一时间档江南台的电视剧的收视率是多少 好 谢谢 恭喜你 收视率提高了两个点 超级粉丝李珠宝 终于收工了 今天不是说对词吗 那编剧怎么没来呀 是不是被昨天米娜的报道给吓住了 她上次不是挺厉害吗 怎么胆子那么小 这一天报道就给吓住了 谁知道 走 陈老师 这中午有时间吗 编剧想请您吃个饭 怎么了 她突然想请我吃饭 反正刚才打电话过来特意让我转告给您 我让你一块吃个饭 她到底在想什么呀 我想可能是剥了两天松实力不错 剥您的福呗 去哪儿吃 儿子 妈 晚上还去健身棚吗 去啊 你练完直接回家了 先别请她一起吃饭的 为什么 绝不能让她感觉出你对她有意思 这样她会有压力 就会躲避你 她现在工作太忙 没精力想这些 好 剥了两天 这收拾力还真不错 希望继续增长吧 你放心 就我妈还我老婆 天天盯着这件事死看 王导演 你要按着剧本拍才行啊 是 是 是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没事 没事 真不好意思 坐 坐 坐 最近怎么没接你来看我们拍戏啊 去一次就够了 这个戏啊 反应非常地不错 我找人送了花篮给你 天啊 但是那个地址好像不太对 我的朋友跟我说了 谢谢你的好意啊 没什么 不过你这样封闭自己 不会觉得孤单吗 不会啊 我都已经习惯了 偶尔出来做做不是挺好的吗 也是 咱那个大结局写怎么样了 还没写完 对 现在这网上啊 有很多评论 好多网友骂的厉害 骂什么 第三者 说什么都有 该死了 不要脸的 什么难听说什么 今天还是由我来买单吧 下次再给你 不用了 点完菜之后我就已经买过了 哎呀你真是的 这不应该的吗 你们都很辛苦 难道您就不辛苦吗 大家都一样 一个好的剧本要好的演员来演啊 要不然剧本写得再好也是没用的 吃吧 来 吃吧 来 创上这么一好剧本不容易 就是呀 总比拍那些艺术电影来得强 那些观众根本记不住 这是什么回事 我一个朋友拍了个纪录片 拍得真好 这管什么用啊 在国内是拿了大奖了 可在国内呢都没人知道 听都没听到 所以说 还是要拍电视剧 对 咱后面那个戏外景多不多 你没看剧本啊 我是太忙 我实在来不及 还好吧 有两集夜戏比较多 沈老师 在第一集里面 有一场您给家人做饭的戏 怎么了 您当时在做一条鱼 您的动作呢很生硬 一看就不会干活 与角色非常不服 不管你生活中是个什么样子吧 我们的这个主人公 是很会照顾家人 很会做家务活的 当时剧本上是这样写的 你呢 去把一条鱼 剖开它的肚子 然后很熟练地 把它的内脏拿出来 可是你演的呢 是把手轻轻地 扶在那个鱼面上 然后摆弄几下 感觉 嫌弃很脏的样子 虽然呢 只是做一顿饭吧 可是我们的女主人公 是用心去做的 这道菜里边 包含着她对家人的感情 如果演员想怎么演就怎么演的话 那要剧本就没有用了 也不需要编剧了 我记得我的老师曾经教我 如果要做一个好编剧 一定要有心血去写剧本的 一个好的编剧 不仅仅是身体很疲劳 还要费心 费感情 沈老师 我是很用心写的这个剧本 我也希望你能够 很用心地去诠释她 好吗 其他 有很多演员 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我几十岁了 今天是来让你骂的 那如果其他的演员去死的话 沈老师您也跟着去吗 如果是不重要的细节 我是可以容忍的 可是现在状况不一样 这个丈夫有了外遇 她要跟她的妻子离婚 那么这个老婆 为了这个家庭 付出了多少的心血 我是想通过这个侧面 来表现这一点 这是我的作品 我不能够不说的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而且沈老师 您演的是一个 生活非常简朴的主妇 你却涂着指甲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